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多为外媒记者 反映了香港本地传媒行业的萎缩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 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犹太教堂和东正教堂的枪击事件 截至本周一已造成20人死亡 事件涉及多名配备自动武器的枪手 现场爆发激烈枪战 目前尚未有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与波兰的高层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 双方重点讨论了俄乌战争 杜达希望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 并在会谈中提及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会后中方宣布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证的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欲闻世界中国越来越像一个警察国家 美国之音邓宇文 最近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银博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 先后在《学习时报》刊文 一个谈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一个谈 科学认识 构建新安全格局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 两文要表达的主题 都是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七月举行前夕《学习时报》 接连在头版头条发表此二人文章 以他们的身份要传达一种怎样的政治信号 不言而喻 换言之 尽管三中全会官方大肆宣扬将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 然而至少在强力部门看来 国家安全 尤其政治安全 这根弦不能因为所谓改革而轻忽 相反 越假意强调改革 越要重视国安 安全问题的确重要 可当中国当局任意扩大国家安全的解释范畴 将政治 军事 国土 经济 金融 文化 社会 科技 网络 粮食 生态 资源 和海外利益 太空 深海 极地 生物 人工智能 数据安全等都作为国安涵盖的重点领域 实际上安全就变得无边无际 无所不包了 在这种犯安全的思维模式指导下 尽管银博在文章中表示 政法工作的现代化要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政法机关想问题 做决策 办事情 都要 考虑中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和 眼睛瞪得大大的敏锐 性 提高对各类矛盾问题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努力抓早抓小 防患未然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 每一个执法决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然而 民众对当局的安全执法 是会放心不下的 政法机关出于不出事的责任感 考量 在平日的管理中 必然把 眼睛瞪得大大的所谓 敏锐性 不是用在更多位群众服务上 帮他们排忧解难 而是变成扰民行为 这方面的势力太多 政治性的就不论 讲义起前不久发生的 上了中国热搜排行榜的吉林长春某派出所 为难其辖区群众的事情 当地的一家吉林银行 规定储户取款 需要派出所同意才行 银行方面说 是按派出所的要求做的 目的是为防范电信诈骗 只要取款2万元以上 银行需向派出所报备 派出所对客户账户核实没问题后 方可取款 此时看起来是地方派出所为民众着想 但实际实行的结果变成了扰民 事实上 不但扰民 还变相扩张了警权 最后一点认识到的人不多 却也更危险 因为储户能否从银行取出自己的钱 在不知不觉中 这个决定权就交给了派出所民警 已故法学家江平说过一句话 警察在任何国家都必不可少 但警察的权力过大 容易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这起小事 就是用一种典型方式 反映中国正向警察国家靠近 我这么说 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 他们说 中国已经是个警察国家了 说起警察国家 人们一般会联想到 纳粹的盖世太保 和苏联的克格勃之类 或者把它理解为 只是对政治犯 反对派 异议人士等任意监控和逮捕 和普通百姓关系不大 一些人会想 只要安安分分过日子 不搞政治 即使中国是警察国家 麻烦也到不了我身上 如果这样认识警察国家 上面这个事例告诉我们 这是个错觉 警察国家当人民 如无知群盟 按照学术词典 对警察国家的解释 指的是 政府自称为人民的监护者 即拥有法定权利 在缺乏法律程序 及违反人民意愿的前提下 以行政力量 强行控制人民生活的社会 警察国家的政府 认为自己是 无知人民的监护人 为了保护人民 有义务纠正人民的错误 指导人民应该如何做 以维持正当的社会秩序 即使这些作为 违反了人民的意愿 可见 不要以为警察国家 只是控制政治言论 监控和强制威胁他 或他不喜欢的人 对人民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生活 他其实都实行严密 和镇压性的控制 而政府控制人民 最主要 最方便 也最有效的工具 是警察 这就是把一些专制国家 称作警察国家的原因 逻辑来看 当一个政府 把人民当作无知群盟 不知晓其权利和义务 自然也不懂得 如何去维护权利和义务 并且经常犯错 他就可以人民扶持为由 借着为人民服务 而去破坏和侵犯个人自由 还用上面这个案例来分析 在派出所看来 他是为储户好 储户是无知的 不能识别和防范电信诈骗 要由他来替储户审和把关 免得被骗 保护储户利益 这个出发点 不能说不高尚 但高尚背后是对储户取款权利 和自由的限制乃至剥夺 从而不经意间 露出了警察国家的马脚 因为根据中国法律 银行开展储蓄业务的基本原则是 存款自愿 取款自由 存款有息 为存款人保密 所谓取款自由 通常把它理解为 储户什么时候取款 取多少 做什么用等 都由自己决定 银行及他人 不得询问或非难 而如果储户取多少钱 必须由派出所来决定 派出所还要审核 这笔钱的来源和用途 这就公然违背了有关法规 违反了取款自由的银行 储蓄原则 侵犯了储户权利 是派出所不懂法吗 也许 但银行懂法 可银行还是乖乖地 按派出所的要求做 原因不外乎 派出所是国家的专政机关 银行怕他 然而这样一来 就可能发生问题 凭什么保证 派出所的审核不会出错 万一其工作人员 怀疑卡里的钱来力不明 但其实没有问题 造成储户存款 取不出来的耽误用途 比如 储户急着 要用这笔钱治病 钱取不了 并也治不了 派出所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吗 中国是警察专权 公安主导政法体系 所以 这里就显示 警察国家的第一个鲜明特征 即通常很少或没有区分 法律和行政部门 对行政或政治权利的履行 以行政或政治权利 来代替和驾驭法律权利 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是法治国家的一个特征 但警察国家 通常不依法行政 而是用行政命令 或者政治权利来做决定 代替法律行使社会管理权利 依法行政 变成依政治权利行政 这在中国是很普遍 乃之习以为常的 过去常讲 中国无法可依 现在倒是把法律的短板 差不多补齐了 一些领域甚至制定了多部法律 如关于国家安全方面 这些年少说 也出台了十多部法律 然而 先不论法律的品质如何 是不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 假定它们都是如假包换的法律 可有了法后 在现实生活 特别是现实政治中 并不依法从事 还是政治为大 法律服从政治 或者表面上依法管理 但一触碰政治 就依政治权利 政治原则形式 法律靠边站 或者选择性执法 法律沦为包装政治的遮羞布 这就是警察国家的犯政治化现象 警察国家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是在社会生活和管理中 警察的作用太突出 甚至存在警察专权 任何国家社会治安的维护 都要靠警察 但警察专权指的是 警权太过强大 已知到了谈警色变的地步 就中国而言 诚如江平曾批评的 公安部门滥权到了一种 不能容忍地步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用违法手段来维稳 入人以罪 第二 用暴力手段介入民事案件 如以欠债不还 或其他名目 把当事人抓起来 不交钱就不放人 表面看 公安机关 似乎在用最简单的手段 实现民事目的 但严重破坏法制 第三 公安在整个司法体系中 占据很高地位 公安局长的权力太大 地位比法院院长 和检察院检察长高得多 造成在公检法系统里 公安起主导作用 按照江平的说法 上面三种情况 尤其在司法机关里 公安为主导 决定一切 就是警察国家的倾向 这种现象 在当局总体国家安全观 提出后 如今变得更严重了 本文开头引述 引颈二人的文章 也表明 当当权者 打着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旗号 为中国是现代化保驾护航 他就不得不更多依赖 警察去治国治民 警权从而不但凌驾于公民权 亦凌驾于其他司法权 也把中国变得 越来越像个警察国家 在警察国家面前 不说言论自由没有 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 成为一件平常事 对普通百姓 也要由警察来决定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想想看 这种前景 不是令人可怕吗 香港纪协选出新一届职委 现主席陈朗生指 香港本地传媒萎缩 美国之音中文网 有56年历史的香港记者协会 简称季协 是2020年6月30日 国安法实施后 硕国仅存的工会组织之一 也是香港最大型的 前线记者组织 季协上星期六 举行周年会员大会 选举新主席 及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在换届选举前夕 季协上星期五 发布重要启示指 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声称周年会员大会 可能被执法机关监视 呼吁与会议保持距离 在可疑信息的阴霾下 即将卸任的季协主席 陈朗生上星期六 会见传媒表示 出席周年会员大会的人数倍增 而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多任职外媒 反映香港本地传媒行业的萎缩 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 香港记者协会 简称季协 1968年 由前线新闻工作者成立 作为最大型的记者工会 季协在2020年6月30日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公民社会组织 及非建制派政党 工会解散朝下仍然屹立不倒 成为硕国仅存的香港工会组织之一 但是多次被当局点名批评 记协可疑信息阴霾下 选出新一届职委会 记协上星期六 6月22日 举行周年会员大会 选举新主席 及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在换届选举前夕 记协上星期五 6月21日 发布重要启示指 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声称周年会员大会 可能被执法机关监控 录音和做身份识别 呼吁与会议保持距离 记协提醒 如果有任何人收到该消息 切勿回复或点击任何案件 记协强调 没有收到有关消息 不认为根据职工会条例 定名举行的周年会员大会 涉及任何法律风险 希望会员上星期六一时出席 在可疑信息的阴霾下 记协上星期六 顺利举行周年会员大会 选出新主席 及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据记协公布的名单 12名新当选的职委会成员 包括新任主席华尔街日报 记者郑家如 副主席自由记者梁耀聪 其余成员包括 至传媒主编关振海 香港01 高级记者梁祖饶 Hong Kong Free Press记者 谢子峰 刘白 记者郑卓玲 环球邮报 亚洲通讯员James Griffiths 自由记者李佩尔 自由撰稿人李宇梦 自由记者余乐斯 BBC记者Danny Vincent 以及关注难民权益组织 Justice Center Hong Kong 高级政策顾问张浩明 陈朗生继新一届职委 沉稳面对压力及困难 12名新当选的 记协职委会成员 未有在会后召开记者会 由即将在下星期一 7月1日 卸任的现任主席陈朗生 会见传媒 陈朗生表示 在职委会选举开票前 两名参选人 包括任职 BBC的Danny Vincent 以及高级政策顾问张浩明 提出退选 但由于记协没有退选机制 两人将于当选后提出辞职 但不方便代为透露两人退选原因 而记协职委会 由最少5人及不多于12人组成 两人辞职后 不会安排补选 陈朗生表示 今年出席周年会员大会的人数 比去年上升一倍 看来没有受到可疑信息的影响 他表示 下星期一卸任主席后 只是一名记协的普通会员 不会再评论记协的事宜 他又表示 对新一届记协职委会成员的工作 很有信心 陈朗生说 过去的三年基本上是记协主席这个身份 给予我很大很大的动力 继续做好每一件事情 很多人问我为何去了英国 深造又会回来 香港 为什么还要继续出来 有很多的有时大家见到我们 记协 有些同职法部门的争拗 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做呢 这样很简单 因为我是记协主席 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不敢讲 这样唯有我讲吧 很简单 因为如果我走了不回来的话 本会 记协 会被人说话 会被人笑 会被人攻击 我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今日 6月22日 开始 无论如何怎样都好 这个角色 记协主席 这个负担我都要放下 交给下一个新任的主席 以及职委会 我对他们的工作 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当然 我都希望他们明白 他们是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困难 但是希望他们 都能够沉稳面对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做好 我们记协的工作 记协不会歧视 不同种族的会员 对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上星期五质疑 记协新一届职委会的参选人 有如外国记者协会 因为大部分参选人 都是外媒的记者 有部分是自由记者 有些甚至不是记者 他又质疑 有候选人所属组织的曾经 被揭露收美国的钱 陈朗生回应表示 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以新闻工作者为主 他认为 邓炳强的质疑 可能出于不认识 工会的运作架构 他又强调 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全部都是和资格的 记协成员 亦不会歧视 不同种族的会员 陈朗生说 工会的运作或者架构 我们的会员 全部都是和资格的 工会成员来的 所以我不明 白为什么他会说 我们有些会员是外国人 我希望他不是出于 一个种族的想法去说他们 我们就没有歧视人家的 人家谁来 只要他有香港居民 身份证 上来说是我们 记协的合资格会员 他来申请做职位 来竞选都是可以的 好了 至于你 邓炳强 说有些人不是做记者 我又留意到 可能是从事一些 NGO 非政府组织 或者其他们之前的工作 或者他们的工作 是同新闻工作有关 是我们正式的 附属会员等等 至于邓炳强质疑 有职委会参选人 所属机构 收美国人钱 陈朗生表示 接受政府资助的 新闻机构或者组织 不一定要支持 当地政府的立场 他们仍然可以有 独立的 编采自主方针 陈朗生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机构 它是在政府的预算里面 是有一些预算 播给他们 然后他们从事一些工作 其实可以说是 政府支持他们 但是他们不一定要支持 那个政府的 即使好像BBC那样 它是收英国政府的 Budget 预算 有一笔钱给他 但是你说 BBC的记者 是不是各个都会支持 首相 苏纳克吉 执政 保守党 我想大家都知是不会吧 一都知道 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常识 我又不明白 为什么到了2024年的今日 即使我们又不是 锁国的年代 又不是闭关的年代 好像这些政治的 ABC 基本认识 都还要去解释的呢 我都不介意解释告诉他 即使人家收的可能 那些钱 那些Budget 预算 是在政府入面拿出来 但是人家 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他的Budget 预算 是会跟他们的市民 国民去负责 然后那些机构 去做一些可能是难民 可能是社会议题的倡议 这样不可以讲到 好像人家一定是 同外国政府勾结 是有关 至于香港本地新闻工作者 较少参加新一届 记协执委会选举 陈朗生认为 反映香港本地 传媒行业的萎缩 记协乐于与各界沟通 陈朗生强调 记协一定乐于与各界沟通 他形容记协与警方的关系 一言难尽 但仍有沟通渠道 他坦言过去三年 他担任记协主席 是非常艰难的时期 尤其是他三年前当选那日 正值《苹果日报》结业 其后《立场新闻》 《众新闻》等 较具规模的网媒 先后结业 而记协亦有认真思考过解散 陈朗生又表示 记协过去接近四年 经历过国安法级23条立法 依然是一个合法的工会 他相信这个角色 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陈朗生说 至于在新时代之下 我们去做这些工作 我们是很明白 是有很多新的情况 环境会适应的 有很多新的限制 我们要面对的 我想出来 做记协职委的朋友 都应该会知道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记协会不会犯法各样事情 我们亦都有经历过国安法 经历过23条立法 我们依然是一个合法的工会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个角色 会继续做得好的 新任副主席记载 仅有空间继续存在 新当选的记协副主席梁耀聪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上星期五 出现针对记协周年会员大会的可疑信息 他不会感到太大压力 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不过 他坦言 在新一届职委会选举前夕 出现类似信息 是比较敏感 而新任职委会成员 将会秉持会章 以及根据香港的法力 做好记协的工作 对于记协的前景 梁耀聪希望 可以在仅有的空间当中继续存在 吸引更多新会员加入 梁耀聪说 我自己认为我们 记协会在仅有的空间做最多的事 即使现在的空间 无论是大还是小 都是因组织 以及因人而异 我认为 我们每个决定 都是由新的职位去沟通 去表决 去做出来的 前景的话 我当然希望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记协可以常做常有 即使继续留在这里 自己的愿景就 是来年记协一起加油 会员人数可以继续上升 然后会员 非会员 都可以继续支持记协 俄罗斯达吉斯坦枪击事件 造成20人死亡 美国之音中文网 针对俄罗斯达吉斯坦 共和国两大城市的 犹太教堂和东正教堂 发动的一系列枪击事件 导致的死亡人数 星期一 6月24日上升到20人 配备了自动武器的枪手 星期天晚间 冲入俄罗斯籍世界 最古老城市之一的 吉尔宾特的 一座犹太教堂 和一座东正教教堂 在这两座教堂里放火 并打死一位66岁的 东正教牧师 尼古拉 科特尔尼科夫 Nikolai Ketelnikov 在离海沿岸以北 约125公里的 马哈奇卡拉市 袭击者对一个 交通警察港庭开枪射击 随后又袭击了一座教堂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枪手之后 在马哈奇卡拉市的 圣母升天主教座堂附近 与警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枪战一直持续到深夜 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 浓烟弥漫在城市上空 居民四处奔逃 躲避枪弹 暂时没有人声称 对这一系列袭击事件负责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 15名警察和4名平民 在枪战中丧生 而达吉斯坦 共和国卫生部指出 另有46人受伤 至少有5名枪手被打死 当地媒体拍摄的画面显示 有些枪手被击毙 在人行道上 这是达吉斯坦 和全国的悲伤之日 达吉斯坦 共和国总统 谢尔盖·梅利科夫 Sergei Malikov 表示 他星期一走访了 杰尔宾特遇袭的 犹太教堂和东正教教堂 梅利科夫声称 外国势力参与了 袭击的准备工作 但是并未透露任何细节 这是想让我们国家分裂的企图 路透社引述他的话说 达吉斯坦共和国 宣布为罹难者举行三天的哀悼 而在枪战中 殉职的警察的照片 被挂在大街上 照片的旁边 还伴有红色的康乃馨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直指责西方 试图在高加索地区煽动分裂 但是他此次尚未 对袭击事件公开发言 达吉斯坦共和国 地处北高加索地区 居民以穆斯林为主 当地种族 语言 文化状况都比较复杂 在莫斯科郊外一家音乐厅 遭遇大规模袭击 仅仅三个月之后 达吉斯坦又发生 针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枪击事件 自然让人担心 俄罗斯可能重新面对 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威胁 针对莫斯科音乐厅的袭击 导致145人丧生 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声称对其负责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去年10月 以色列与哈马斯 在加沙爆发激战之后 挥舞巴勒斯坦旗帜的示威者 曾前往马哈奇卡拉机场 砸碎机场的玻璃门后 满机场搜寻一架 当天从特拉维夫 非抵当地的犹太旅客 以色列外交部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杰尔宾特的犹太教堂 已经被大火焚毁 而且马哈奇卡拉市 另一座犹太教堂 也遭到了枪击 声明说 事发时犹太教堂内 并没有信众 俄罗斯的调查人员表示 此次枪击事件是恐怖袭击 但是并没有公布相关的细节 俄罗斯媒体 引述执法机构的消息报道说 达基斯坦共和国中部 谢尔戈卡拉区区长 马格梅德 奥马洛夫 Megomd Omerev的两个儿子 参与了马哈奇卡拉的袭击事件 两人都在枪战中 被警方击毙 区长本人也被拘留 他的家遭到警方的搜索 习近平在北京 与波兰总统度达会晤 俄乌战争是主要讨论一题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 6月24日下午 在北京与前往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的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统 安杰伊 杜达 Andre Duda 举行了会谈 俄乌战争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 波兰与乌克兰接壤 与俄罗斯也存在严重的历史恩怨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2年2月 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之后 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邻国的波兰 是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国家之一 波兰还为乌克兰以及乌克兰难民提供了很多的援助 杜达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 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 就曾表示 他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时 将力劝说中方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在与杜达举行会谈时 特别提及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而且今年恰逢两国建交75周年 双方关系能够经历风雨 关键是双方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 发展双边友好关系 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在各界注目的俄乌战争问题上 新华社的报道琢磨不多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一件 新华社说 习近平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就是劝和促谈 政治解决 当前应努力避免冲突扩大计划 努力推动局势降温 努力创造和谈条件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中还指责 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 抹黑中国 中方院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说 引人注目的是 新华社在报道中 完全没有提及杜达在会谈中 就俄乌冲突表明的立场 播放高度赞赏中国的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高度评价着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理念 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新华社引述杜达的话说 不过杜达上周五 在启程前往北京前 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他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时 将讨论乌克兰和平的问题 在被问到他是否相信中国 是否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关键因素时 杜达回应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波兰与中国关系一向不错 而我也希望继续这样 杜达说 中国政府在俄乌冲突上 一贯标榜自己立场中立 但是他从未谴责俄罗斯的 公然侵略行径 也拒不参与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反而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原因 归咎为北约东扩 北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还持续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关系 甚至向莫斯科提供 可以用于制造武器的军民两用商品 杜达在接受访问时还表示 他会在会谈中向习近平 谈及白俄罗斯对波兰实施的混合战 其中包括让数以千计的移民 聚集在波兰边界上 试图涌入欧盟 以及对波兰发动网络攻击 杜达表示 他此次访华 还寻求北京对波兰公民 实施免签证计划 并增加进口波兰的商品 美联社引述 波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报道说 中国在波兰去年的进口总额的占比 约为13.9% 而波兰对中国的出口却微不足道 因此杜达此次访华 也希望扩大波兰对中国的出口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杜达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后 中方宣布对波兰公民 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证的决定 杜达与习近平还共同出席了 有关经贸、农业等领域的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杜达结束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后 还将前往上海 出席一场中国与波兰经济论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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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